第二十几 我看了看他的脚 骨头已经戳了出来 浑身几乎都很不自然地扭曲的 应该是摔下来的时候 不停地撞到那些青铜枝下造成的 梁师爷又按了按他的四肢 吸了口梁气啊 两位 这上面看样子不是一般的高啊 你看太叔 全部的长骨头都断了 没百十来米 摔不成这样啊 我心里不由的暗暗叫哭啊 我们刚才这一通狂爬 大概也就上来了五六十米 已经累成这样 上面又还真有那么高 怎么爬呀 就算爬到上面 估计也什么力气都没有了 搞不好就会像太叔一样 摔成十八截 想到这里 梁师爷和我都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老仰并不感觉到前途渺茫 看到我们这样子 忙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什么就算有百十来米 横过来跑一下几秒钟就完了 现在不过是竖了起来 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我说滚你爷爷的吧 照你这么说 猪木狼马蜂 也才八千八百四十八米 你骑一辆脚踏车 半个小时就上去了 咱们现在不是对抗摩擦力 而是在对付地心引力 知道不 老仰对我摆了摆手 表示不想和我吵 说着就去解太叔的背包 将里面的东西翻出来 看看有什么我们能用的 一看之下大喜过望 在梁师爷那个队伍里 太叔和那个叫二麻子的年轻人 背负着主要的设备 大部分的东西都在 手枪子弹 几根雷管 信号枪绳子 最开心的是找到了一只手电 我靠 一想到刚才在牵棺洞里 怕火把熄灭 要死要活的情况 我真想把这手电贴过来 亲几下 高科技呀 就是好啊 老仰换了弹侠 将其他东西整理了一下 背到了自己背上 对我们说 那群狐孙 肯定孩子下面 这地方不能久待 我们歇一下 马上就得上去 泰山诸位都爬过吧 一千三百米 还不是一天一个来会儿吗 没事 就当观光旅游 梁师爷脸色略有好转 苦笑了一声 用手指做了一个走路的姿势 这位杨哥 泰山那是走上去的 用脚就行了 我们现在可是直上直下 这怎么能说到一块呢 而且那是五月风情 有的是云海怪石 这里 看什么呢 老仰 看出梁师爷的不愿意了 踢了踢一边的青铜树身 老子他娘的 说爬泰山 那是个 比方 这青铜树虽然比不上泰山的风景 但至少也壮观是吧 您两位就迁就一点吧 胜利就在眼前 别泄气 赶紧烧吃烧吃 咱们咬咬牙 一鼓作气上到顶 去绝对是大大好风景 我敲了敲自己 已经开始发胀的小腿 对他说 不是不想咬牙 实在已经没办法了 再咬 牙根就从下巴里戳出来了 我尚且还能挤出点力气 梁师爷现在 是剩下半条命了 与其急着赶这几分钟啊 不如歇个头 效果还好一点 梁师爷感激的看了我一眼 老仰又叹了口气 说那行 不过呀 得把这太叔的尸体弄下去 放这里 看着心里不舒服 我看到太叔那个五官扭曲 死不瞑目的样子 心里倒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是他那对爆出眼眶的眼睛 还真是有点可怕 这时候也不想婆婆妈妈的 讲什么道德不道德的 和老仰两个人 小心翼翼的 将太叔的尸体 从枝崖上抬了起来 从这里的高空坠落 一路下来必然会撞到不少突出的青铜枝崖 没有直接掉到底下 摔成烂泥 算是运气不错了 我抬太叔尸体的时候 发现梁师爷说得不错 尸体全身都软得离谱 似乎所有的骨头都碎了 一动之下 大量的血从他折断的身体里涌了出来 顺着枝崖流进青铜树的纹路里 然后沿着纹路中间的沟壑向下面流去 我和梁师爷同时看到这个现象 都愣了一下 梁师爷马上让我们停住 打起手电往沟壑里一照 又看了看那些青铜枝崖 两位在下大概知道 这青铜树是干什么用的了 我和老杨听到这么说 就一起问他 想到什么了 他挠了挠头 在下只是大概推测 这棵铜树啊 可能并不是关键 起作用的呀 可能是树上面这些沟壑 当时祭祀时候 这东西可能是用来收集一些液体 比如说雨水 血液或者露水之类的东西 那是是不是 就像以前皇帝收集露水来泡茶叶一样 那叫什么 无根水啊 梁师爷用自己的钢笔 在那些沟壑里刮出一些黑色的机构 经过几千年的岁月 也无法分辨这些是不是仙人干涸的血液 还是雨水中的沉添 他又看了看这些枝鸭 你看这些枝鸭下面也有像刺刀放血槽一样的东西 一直通到双山蛇路中 这枝鸭在祭坛中必然也有功用 有可能啊 真是和血迹有关系 我不是很明白 就让梁师爷仔细说说 为什么说这些沟壑和当年的血迹有关呢 这种血迹又是怎么进行的呢 梁师爷对我说 说西周时代的祭祀啊 虽然不如商代那么残暴 但是人生是难免的 所谓不同的祭祀方式 只不过是把人生杀死的方法不同而已 比如祭祀土地就把人活埋 祭祀火神呢就把人烧死 祭祀河神就丢进河里去 这里这么一棵通天一样的青铜巨树 祭祀的可能就是扶桑若木之类的神术 也有可能是丝木之神巨芒 通常这一类神用的都是血迹 刚才太叔的血液顺着青铜枝鸦 流进青铜树上的双身蛇中 一路往下 这样的一条线路 如果不是事先设计好的 根本无法运行的如此流畅 加上青铜枝鸦上面的那些刺刀放血槽一样的痕迹 事情就很明白了 这里必然是用来进行血迹的祭祭 所谓血迹 大多数时候是以血入地 受祭祀的时候 必然是将牺牲钉死在这些青铜枝鸦上 将尸体的血液引出 汇入到树身上的双身蛇鹿中 如果血液不再半途凝结 必然会一直流到这棵青铜树 深深埋藏在岩石底下的根部 象征着以血来奉献给神的意思 说的形象一点 整棵树的纹路就像医院解剖室里的银血槽 几张尸床上的血 无论多少 最后由这些沟壑汇进银血槽 然后流进下水管道 只不过这里的银水槽啊 被做成了看似用来装饰的纹路 这也正好可以说明 为什么这些双身蛇之间的沟壑 会伸得如此离谱 这样残忍而又大规模的祭祀 显然就算实力再强大的国家 也无法长期举行 所以古籍中也只是零星记载 至于具体仪式的过程 需要多少人生 一切都无从得知了 我听了梁师爷的话 一方面感叹古人的智慧 另一方面也感到一丝心寒 如此巨大的一个工程 竟然只是用来做一件杀人的工具 实在是愚蠢至极啊 想着无数奴隶 给倒插在这些枝芽上面 血液顺着这些青铜的沟壑 将整棵树变成一根雪柱 我就感觉到似乎有刺骨的寒气 从那些沟壑里渗透出来 想着有点心虚 我对老杨说 我们还是走快一点吧 不然等一下太叔的血流下去 说不定那思慕之神 以为又有人来献祭了 老人家出来溜溜 说不准能把我们当祭品呢 老杨根本没把梁师爷的话放在心上 哎呀 你也别尽相信他 中国那时候 哪里会有这么多人给你杀着玩 我看这里插着放血的 说不定啊 都是猪头羊头什么的 咱们再爬上去点 说不定还能看见几只千年猪肉干 插插的 况且就算是人又如何呢 一个人死了之后 血很快就会凝结他 你放心吧 这里这么高 血流不到底就干了 再说了 就你那血 人家也看不上啊 以前人家多天然呢 吃的是无农药的食物 喝的是无污染的水 那整个就是农夫的血 有点甜 你现在可好 你那血流出来 人家老人家喝了肯定的食物中毒 所以说你这就是一糊弄 糊弄人的东西 我听了脑门上筋都爆了出来 不由分说就开口大骂 我靠 什么归什么 我的血 怎么就有毒了呢 你他妈嘴巴 能不能消停点 梁师爷看我真火了 忙打圆场 两位 这个审时多事啊 现在这情况就别说俏皮话了 你们不觉得这些枝呀 怎么就越来越密了 再这样下去 再往上就不好爬了 这里本来就是有书有密的 密了才好爬呀 难不成你还想越输越好啊 最好每一根都相距两米以上 我们在这几十米高空 迭罗汉呢 我对老杨说 你先别下结论 我看是有点不对劲 你把手电打起来 我们上来的时候 赵明仍旧用的是火炬 因为太书包里的那只手电电源 并不是很充足 我们不想浪费 但是我现在想要看清楚远处的东西 用火把是做不到的 老杨拔起手电 将光束集中起来 往上照去 只见我们头顶上 青铜枝呀 有一个逐渐密集增多的趋势 往上七八米处 已经密集的犹如荆棘一样 要继续上去 只有倒挂出去 然后踩着这些枝呀的尖头爬上去 而这样做 比起我们贴着铜树攀爬 要危险很多呀 事到如今 就算前面是龙潭虎穴 我们也要闯啊 老杨让我们待在原地别动 自己先爬到枝呀外面 然后从上面 将太书那里找到的绳子丢下来 我和梁师爷一手抓着绳子 跟着爬上去 再往上看去 这里的情形 已经不像我们在下面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青铜枝呀 几乎密集到了无处插手的地步 我爬了一段 心说 难怪太书会掉下来 看这趋势 再上去 恐怕连踩脚的地方都很难找了 只要一个不留神 或者给上面的那种过堂风一吹呀 指不定就下去陪太书了 老杨在这个时候 却爬得很快 我已经没有力气去叫住他了 只能收敛精神 一方面不让自己掉队 一方面又要时刻提醒自己小心失足 同时火把也无法在这个时候使用了 因为根本没有多余的手去拿他 我只能将其熄灭 插到自己的腰间 这一段因为过于险要 几乎没人说话 很快 在手电的照射下 我发现青铜树四周的岩壁 也开始有了变化 出现了天然的中乳石 和一些溶解的岩帘 显然 这里已经出了人工开凿的范围了 上面这一段 已经是天然形成的岩洞了 通过这一段的时候 岩壁开始收缩 我还发现两边的岩壁上 开始出现一些大小不同的岩洞 都不深 能看到底 有几个岩洞里似乎还有什么东西 给手电照射会发生一定的反应 这些现象让我逐渐感觉到不安 但是岩壁离我们到底有几十米的距离 我就不信有什么变数 能够从对面直接影响到我们 我给边上的岩洞吸引了注意力 没有发现前面攀爬的老杨 与梁师爷已经停了下来 直到撞到梁师爷的屁股 才反应过来 抬头一看 只见在上方出现了很多 那种戴着面具的猴子 就和我们刚才在下面遇到的一模一样 再仔细一看 却发现这些猴子已经死了 尸体给上面吹下来的热风吹成了尸杆 怪异的扭曲着 手脚卡在密集的枝崖里面 才没有掉落到下面 这样的干尸足有几十具 那种诡异的面具 没有随着尸体的干扁而脱落 仍然默默地盯着我们 似乎随时会复活一样 我们放慢了脚步 仔细地观察这些奇怪的东西 猴子的身体似乎得了一种皮肤病 毛发大部分都脱落了 呈现灰白的颜色 看起来与人类的皮肤有几分相似 但是仔细去看 却发现有非常明显的病斑 从体型来看 这些猴子大约有一个十五六岁孩子那么高 当然这十五六岁的孩子可不是姚明 也许还略高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 我对于身高的感觉几乎失灵了 猴子脸上的面具 看上去是石头质地 打磨得非常完美 我甚至怀疑有可能是雌质的 从面具与猴子头部的结合处来看 这面具似乎是被烙进肉里的 或者用什么血腥的手段 直接和脸长在了一起了 大部分的干尸都很完整 只有少数几只剩下了一个肢体 大概是因为年代太过久远 尸体干化过于厉害 而导致的自然碎裂 良师爷让我们先别怕 指着一句干尸说 等一下 我觉得这些猴子的姿势有点古怪 我好像在哪里看过 等我仔细看一下 哎呀 这就你麻烦 什么都要看 小心点 等一下 该下面的猴子 觉得你姿势古怪了 梁师爷没有理会老养 小心翼翼的爬进最近的一具干尸 拿住他的面具 干燥的脸部皮肤随即开裂 梁师爷轻松的将面具撕了下来 他凑近那干尸的脸看了看 他转头对我们说 两位 这好像不是猴子 这是张 人脸 干尸的眼睛已经完全干缩 只剩下两个黑洞洞的眼眶 嘴巴不可思议的张大着 露出残缺的牙齿 整个脸部因为脱水变形 呈现出相当猙獰的表情 让人不敢正视 而从他的牙齿可以看出来 这具干尸 并不是猴子 而是如假包换的人 刚才您听到的是 小说播讲 盗墓笔记之 秦岭神术 本剧由一路听天下 3w.t1678.com 轻轻制作 听众朋友 本集盗墓笔记之 秦岭神术 播送完了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